主帮主求祢福听我的呼声 祢一向是我的救援 我的救主不要把我遗忘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 圣神灯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格林多教会充满着分裂 在格林多前书 我们看这个分裂是团体内的分裂 是教友彼此之间的分裂 在今天我们要听的 就是这个分裂是 传教士他们所带来的 不同的训续 不同的福音 不同的教导 而导致这个格林多团体 有一些分裂 所以在今天 保禄就是要提醒他们 提醒格林多团体 要注意这些来传新的福音 新的圣神 新的耶稣基督的 这些传教士 可能在我们的 现在的教会的生活 可能会遇到有一些人 来扰乱我们的教会 我们就是要聆听保禄所说的 我们要注意 这些人在我们中间的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私营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人生的天主 仰望你的人 必获得永利 我们身心软弱 没有你的主佑 便一无所能 求你扶允我们 管施恩从 主佑我们遵守你的诫命 所有私言行为 都能得到你的欢心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永生勇往 阿们 公读圣保禄宗图 至格林多人后书 弟兄们 但愿你们容忍 我说话有点狂妄 其实 你们也应容忍我 因为 我是以天主的度爱 度爱你们 原来 我也把你们 许配给基督 把你们当作 真洁的童女 献给了这 独一的丈夫 但 我担心你们的心意变坏 失去那 失去那对基督 所有的赤诚和 真洁 就像那蛇 用诡计 诱惑了恶蛙一样 现在 如果有人来给你们宣讲 另一个耶稣 不是我们所宣讲过的 或者 你们领受另一个不同的神 不是你们所领受过的 或者 另一个福音 不是你们所接受过的 你们尚且还能容忍 其实 我以为 我一点也不在那些 大牌宗徒以下 纵使我不擅辞令 但知识绝不训人 这一点 我们在各种机会上 早已对你们表明了 难道 我白白地给你们传报天主的福音 压制自己 使你们高升 就有过错了吗 我剥削了别的教会 取了报酬 为的是给你们服务 当我在你们那里时 虽然拮据 却没有连累过任何人 因为 有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 补足了我的贫乏 我一向在各方面 设法避免连累你们 将来还是一样 基督的真理在我内 我敢说 我这种夸口的话 在阿哈亚地方 是没有人能阻止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爱你们吗 天主知道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你的作为真诚公平 上主 你的作为真诚公平 在一人的集会和团聚中 我必要全心赞颂上主 上主的话功确实伟大 凡喜爱他的 必须就察 上主 你的作为真诚公平 他的作为辉煌光明 他的正义永远长存 上主实在慈悲良善 他的奇迹永留人间 上主 你的作为真诚公平 他的作为真诚公平 他的规界永不变更 万事万代永远确定 是按照真理 是按照真理和公正 而构成 上主 你的作为真诚公平 哈利路 哈利路 哈利路呀 赞 赞美天主 你们领受了 你们领受了使人成为义子的神 我们在他内呼求天主说 阿爸 赞美天主 哈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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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赞愿天主 愿主与你们同在 并得那心灵同在 共读圣玛窦福音 祝愿光荣对于你 那时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祈祷时不要喋喋不休 如同外邦人一样 因为他们以为常遍大论 便可获得垂云 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 因为你们的父 在你们求他以前 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 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执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险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因为你们若宽恕别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宽恕你们 但你们若不宽恕别人的过犯 你们的父也必宽恕别人的过犯 上主的圣言 基督罗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神父平安 在美国的天主教一个网站 有一个故事 那这故事是有关一位神父 刚刚被诸生神父 他生神父之后 第一个祝福 神位神父的降福 就是给他姐姐 给他姐姐 那刚好姐姐就是一个修女 那他们家就两个 一个是姐姐党修女 另外一个是弟弟 就是他党神父 那他还在母台中 这个神父还在母台中 他爸爸就得了重病 医生的判断说 他的孩子还没出生 他应该过世 但是天主这么好 让他再过十年 但是呢 虽然延长他的生命 他就生病 他就慢慢的失明 慢慢的他的听力也脆弱 以后他就没办法说 很清楚的听 很清楚的看到 妈妈很辛苦的 辛苦的照顾两个孩子 也照顾丈夫 丈夫过世之后 妈妈一手就照顾这两个人 那这个神父 他被诸生之后 他也分享 他说是因为他有他姐姐 姐姐走的就是这同一条路 就是圣灶的路线 所以他们两个人可以彼此分享 他说如果姐姐不是修女 没有走这条路 很多很多的话 他不会跟他讲 是因为姐姐是修女 他没有义务所保留的 有什么话都要说出来 所以什么都他就跟他姐姐分享 姐姐也是一样的 也跟他分享 祈祷就是这种 祈祷是我们对天主 把我们的一切要说出给天主 在撒末尔应该是撒末尔限制书前 那个撒末尔前第一第十五章 这边也是告诉我们 祈祷应该是怎么样的 有一个妇人 她就跟撒末尔讲 她就是讲 她说她在天主前 把她的心要吐出去 要给天主听 这个就是祈祷 把我们心里面的一切 毫不保留的 让天主知道 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没有什么秘密 我们把一切给天主 让天主知道 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是所谓的天主经 天主经 路加班本是耶稣上耶路撒冷 应该很接近耶路撒冷 耶稣在祈祷的时候 门徒们就来问耶稣 求耶稣 请你教导我们如何祈祷 像若汉 不是若汉 像若汉席子 他教导他自己的弟子一样 所以耶稣就教导了天主经 但是今天的天主经是 耶稣在三元 那个三中生训 政府八端之后 他教导众人 也其中也教导他们 如何祈祷 那这个祈祷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背了 我们甚至在睡觉 我们做梦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头念到结束 那这个也可以当作是一个范本 我们如果我们要自动 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 我们自己的话来祈祷的时候 我们没有被用我们所背的 祈祷文来祈祷的时候 这个当作一个范本 那我们在祈祷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 我们要成天主为父 为父亲 那父亲是怎么样的 父亲当然一定会照顾 他自己的孩子 他会照顾 他会爱他的孩子们 所以我们跟我们的父亲 如果关系不好 可能是我们在祈祷 对天主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在 以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话来祈祷的时候 我们要成天主为我们的父亲 我们也要第二个 我们要赞美天主 像在天主经 我们要先赞美天主的声明 我们要赞美天主 我们要承认 也接受天主的计划 天主的安排 是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安排 也愿意接受天主 给我们所做的安排 以后我们要求 我们要向天主要求 求给我们是什么 我们所需要的 外在的需要跟内在的需要 外在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吃的 穿的 内在的就是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 我们自己无法来洗净 我们自己的罪 我们就求天主 来帮助我们 所以天主经可以当作 我们自己个人的 祈祷的一个范本 一个范本 所以我们感谢天主耶稣基督 今天教导我们如何祈祷 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 我们不是一个人去面对 我们有一个力量 在我们背后 有天主的力量 陪伴着我们 我们以耶稣基督所教导的 当作我们跟天主的沟通的方式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 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愿心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铲破 天主 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祈祢的旨意为捐身 所以借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地 全地 向爱你 我们决意把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皇家 终身侍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生于教会酋长 国家领袖 及各籍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真实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其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操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 承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上位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 宽恢复别人 不要让我们先以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及圣神 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旅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感谢主 拯救我灵魂 感谢主 是我的权益 感谢主 白白赐给我 这满满因的丰富救恩 感谢主 拯救我灵魂 赞谢主 是我的权益 感谢主 感谢主 白白赐给我 这满满因的丰富生恩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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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